大家晚安 今天全台各地依旧是热乎乎的天气状况 从微信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台湾上课都是很晴朗的好天气 就只有中午过后 局部地区有一些午后雷震雨发展起来而已 那么目前在台湾北方 有一波封面云系正在发展当中 预计在今天深夜 就会逐渐接触台湾的北部陆地了 所以特别提醒您 从今天晚上今天深夜开始 一直到礼拜一礼拜二 这波封面云系就会通过台湾各地 由北到南陆陆续续转成 游雨的天气状况 明后两天天气比较不稳定 也提醒另外一处要记得攜带雨智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波封面云系 就是从明天开始 一直由北到南往南通过台湾各地 全台各地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出现一些震雨 要等到礼拜三封面云系才会真正通过台湾 各地才会逐渐的放晴 那么礼拜三过后就会转成白天晴了 中午过后局部午后雷震雨的 这种天气状况了 而且这波封面云系通过之后 还会有北方的凉空气南下 所以预计在礼拜一礼拜二明天后天 因为下雨再加上有一些偏北风 带来凉空气的影响 北部地区的气温会少少的往下滑 高温大概降个1到2度左右 来到了29度到30度 感觉比较湿冷一点点 礼拜三过后放晴之后 又会回到高温炎热的天气状况了 好那么在中南部地区 则是未来这一周气温变化不大 高温都来到32度33度左右 感觉比较潮湿又闷热 特别是明后两天因为有下雨 湿度比较高 潮湿闷热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是提醒大家 这种天气情况之下 真的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小心中暑了 好再来看一下降雨的分布 刚刚提过了 预计在今天深夜 直到明天 封面有北到南主境的通过 所以是全台各地都有机会 在礼拜一礼拜二出现一些震雨 礼拜三过后 封面通过白天是好天气 中午就要注意有机会 在山区出现一些直步的午后降雨了 先往山区就要多加的注意了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封面逐渐的接近 由北到南逐渐转成有震雨 甚至是雷雨的天气状况 也因为雨除作用的影响 空气品质都相当的好 但是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 骑车开车天雨路滑 也要多加的注意安全 所以大家点叮咛跟建议 在今天明天以及后天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封面 逐渐的通过了 各地都会转成有震雨以及雷雨 而且有机会出现短时间 强降雨的天气 地化地区要顺防 很有可能会有些积水 甚至是淹水的情况 礼拜三就会逐渐恢复 比较稳定的好天气 太阳就会逐渐的露脸了 感谢观看